民众安全地走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但其实这处路口过去并没有划设斑马线 理想说因为这里车流量大 加上旁边就是东门国小 路口只划设了三处斑马线 形成一个摸字形 民众要到对面就要划上三分钟 绕道通行相当不方便 因为这边的话 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说身障者 你如果说从这一头到那一头 你如果没有行穿线的话 它变成他们要行走的话 是做一个摸字形的形态来走 那对他们长者来讲的话 或是小朋友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才想说 把这个地方增加一个这个路口 增加一个行穿线 这样子的话走路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那对于尤其身障者 老人家他们来讲的话 都是会比较方便一点 行穿线它的成效的话 是目前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后来又再继续规划 就是说做行人那个 十项那个穿越的时间 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在 就人车分离的状况之下 该车子走的时候车子走 该行人走的时候行人走 有了方便安全的斑马线 路口的行人地下道 原本使用率就相当低 加上老人小孩或是推娃娃车 生长人士都没办法使用 又有安全上的疑虑 因此里长便争取将人行地下道 拆除填平 预计暑假就会进行 它这个地下道 它是坐落在这个人行道上 那它这样的话造成车子 它要左转的时候 它会妨碍它的视线 如果不拆除的话 对那个不管是那个车子 还是说行人都是非常的不便 而且不安全 再加上这个地下道呢 它现在目前它使用率是非常的低 长者不愿意走 那小朋友也不愿意走 那年轻人更不愿意进去 所以它使用率非常低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废除掉 那经过跟议员的沟通 然后跟市府的那个会刊之后 那认为说这一部分的话 是可以把它废除 然后填平这样子 那使整个路口的话 它会变成就是非常的 就是说宽广 这样子对行车还是行人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地下道的话 尤其我们这个地方文教区 其实我们这边是非常的 就是说非常的安静 到晚上非常安静 没什么人潮的 那走这下面的话 一般人都不愿意走下去 理想魔贵妇说 只要是里面们反映的问题 他都会与民意代表 向市府一起沟通 想办法解决 让里内各项建设措施 更加完善 记者林奇慧 台北报导 都不愿意走 都不愿意走 都不愿意走